今天很高興來參加農村及水保署的一個改制 我88年的時候我在這裡當局長 那時候從台灣省政府農林町水土保持局 改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那現在變成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我想這兩天我們蘭頭的仁愛鄉 一天降了660公里的雨量 那災情蠻嚴重的全國都看得到 那這種強降雨將來會越來越多 所以水土保持越來越重要 那平常就要把水土保持做好 那也要先導我們的人民 如果真的有發生那個颱風警報的時候 一定要疏散避難 因為生命是最重要的 這一次你看我們靜音村一個鄉親 台風天才去尋它的菜園 結果被土司掩埋過世了 這真的是很不幸的事 所以我覺得說台風天的時候 真的要在家裡 那希望水保持成立是台灣一個新的起點 農村的發展跟健康保持 他們繼續加油努力 好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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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管謝謝主管 OK